另外要來看到的就是這個牽手情的 牽人家人妻的風炮真的是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但是呢 蔡英文總統還是力挺阿中 網民可以說是罵爆了 昨天呢 蔡英文呢 是在晚間參加了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 陳時中的廟口的開獎 這個開獎的活動呢 他就大膽的喻言 他相信陳時中的得票率 會比自己的2020年 在中山區所拿到了55.7%還要多 他按批在野黨說 不要為了政治把我們台灣人 共同創造出來的成績毀掉 他說為什麼會有人每天要唱衰呢 PPT的這個鄉民就酸爆了 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就是說現在就是 怎麼講 我們的防疫很失敗啊 到底是誰為了政治毀了防疫呢 還有造神造到這樣子 這造一個瘟神出來 還有人就說了 真的是不要為了這個事情呢 然後呢 真的是謀財害命 當然我們來看到了 就這個 徐曉星就說 看到陳時中 這下午在民族 到了晚上在喝紅酒 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的陳時中呢 前立委郭正亮就說了 最離譜的是什麼呢 就是呢 民進黨內呢 有人就出來幫陳時中呢 來背書 像是其中的這個立委林楚音的回應 他覺得是最離譜 因為呢林楚音說 是講萬安的陣營偷拍 他說簡直是離譜到了極點 因為林楚音自己本身是媒體人 怎麼會這麼說呢 就知道說那個照片應該是誰拍的 應該會很清楚嘛 好就來看到呢 民調是怎麼呈現出來的 因為剩下二十幾天就要投票了 我們看到美一島電子報做了一個 昨天公布的一個最新的民調 問題是什麼 問題就是說台北市長選舉呢 只剩下二十幾天要投票 到目前為止呢 十二位的候選人的表現來看 你認為其中的這三位 是不是任擔任下一屆的台北市長呢 好來看到結果是什麼 結果呢 蔣萬安是適合度 百分之三十七點七 黃珊珊呢 多少呢 百分之二十二點四 但是呢陳時中 也有百分之二十七點七 而且他這個漲幅呢 是還往上漲 漲了高達百分之四點三 但是呢 這個吳子嘉認為說 這樣的選情呢 一定是受影響 為什麼呢 就是陳時中去揉人氣的 這個事件呢 恐怕到時候 真的是雪上加霜 所以呢 在二十幾天之後的投票 就會見真章了 好不過陳時中呢 爆出了餐序之後 揉人氣的照片跟影片 被台北市議員需小心給踢爆 那麼這些內容呢 本來是媒體的獨家 但疑似呢 被綠營高層施壓給撤稿了 今天呢 行政院長蘇貞昌就回籍說 要大家不要扭曲抹黑 他反問國民黨是不是派了狗仔 另外呢 指揮中心本來不公布 高端審查委員的名單 結果呢 指揮官王毕勝 自己後來又在臉書 公布了委員的背景 這是前後的說法不一嗎 蘇貞昌今天有做了回應 他說呢 國民黨攻擊專家很不應該 指封車的執行長出來聲明清楚 當天他們都在場 是很單純的朋友聚會 希望不要扭曲抹黑 國民黨反而自己應該講清楚 是不是派狗仔隊跟派對手 還扭曲抹黑 那中天跟台視要詢問 王毕勝在臉書發文說 民審查高端EUA的專家小組 14名成員的背景 那是不是希望可以藉此釐清外界的質疑 專家小組從背景就可以看出來 都是學有專家小組從各方面的專業 來做學術的科學的檢證 而且14比0通過具保護力 這樣他的公布是公布這些審查委員的背景 不是名單 而且各界也可以從這裡面看出 國民黨為了選舉 還這樣攻擊這些厭力為公付出的學者專家 實在很不應該 陳時中早爆出在聚會之後跟已婚女醫師牽手 徐小新就批評說這根本就是賢豬手 昨天陳時中在節目被問到是不是會提告 他說對方就是要他提告 藉此來蹭熱量要多拿一些票 但對方如果太過分的話 當然另外會再考慮 而接著他還被問到說 太太有很生氣嗎 陳時中回答 太太說這選舉很黑 看到徐小新的爆料 陳時中跟別的人妻實質緊扣 陳時中在昨天做了回應 有一些支持者相當的熱情 他是欣然的接受 而時事評論員朱凱翔對於陳時中 也欣然接受一語是相當的吃驚 在臉書po文說大批的網友上去回應 而徐小新也現身留言說 這個陳時中霸氣的回應 誰沒牽過手 也獲得將近有千人按讚 大家紛紛狂酸 這就是阿中的新金句了 誰沒牽過手呢 在選戰的倒數時刻 陳時中醉酒照曝光 一場的餐具之後 陳時中摟著一名美麗人妻 走出餐廳 雙方十字緊扣 公布照片的議員徐小新說 這根本就是賢豬手 還爆料這一場的餐會 光是包廂費用就高達了8萬元 不出餐廳 陳時中僅僅牽著一名女子 這不是她的妻子 而是別人的太太 只見陳時中似乎酒醉 神奇茫然 她親密摟著美麗人妻 仔細一看 雙方還實質緊扣 一路緊牽走出門口 這女的是北市聯誼 松德院區副院長李雅玲 而她的老公丁金聰就站在身旁 是北市仁愛院區醫務長 賢豬手是我個人看完了 這個整個報導內容 我個人主觀的感受 依依不捨不願意離開 還是在幕僚的層層催促之下 才上車離去 上回被排喝紅酒 這回直接喝夢 攏人妻 陳時中認為這沒什麼 誰你沒有跟人家牽手過 每一個人都有 好那是一個公開的場合 那當然有適當的一些表達 自己的一個相關的一個禮貌 不過網友看了嘲諷 果然是十拿九穩 十隻儘口啊 還有人笑說 十隻儘口的不是周遇寇 扣扣要哭了 陳時中當天飯局 就在北市這間高等餐廳 VIP包廂內 一碗光包廂費就要8萬塊 很多人一個月薪水都還沒8萬呢 難道陳時中真是白天拼選票 晚上吃大餐狂拼酒 一頓8萬塊的餐會當中呢 跟女子揉揉抱抱 十指儘口 不擺明了是豬門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 徐巧欣說這爆料新聞 一度被戳掉 陳時中陣營說這畫面是和人妻 相互扶持的禮貌動作 媒體已經完成了一個稿件 但是因為種種的原因 不管是自我的審查 或者是高層率的施壓 總之呢 最後是沒有辦法刊登出來 鏡周刊跟蔡英文的關係這麼好 他們為什麼會去跟拍這個東西 他們是不是在告訴蔡英文政府 告訴陳時中 你們不要對我太離譜喔 不然的話我手上還有更多的東西喔 晚上有豪華大餐 還有人妻可以囉 看來陳時中的宣戰之路 大家的很幸福 記者黃明君陳宇蓉 台北報導 九號一大選 現在進入到了白熱化的階段 Youtube桃園孫先生 昨天公佈了 在台北市長辯論會之後 首次的接投民調 結果是什麼呢 蔣萬安是21票 黃珊珊有20票 陳時中只有6票 支持蔣萬安的人說她年輕有為 也有人指出是因為不喜歡其他兩位候選人 投給黃珊珊的人則是認為說她服務在地真的很不錯 可以延續市政 但也有人指出她做事果斷而且頭腦清楚 支持陳時中的民眾的是說因為呢自己政黨傾向是偏綠的 所以呢就會支持陳時中 好這是呢桃園孫先生的民調 不過呢這是在街頭的訪問的結果 大家可以做個參考 因為呢我們就提供你各式各樣的民調 民眾自己心中就會有一把尺吧 對不對 好另外我們就要來看到 這個美麗島電子報的最新的民調 昨天所公佈的這一份 這一份的民調就比較這個精確一點 但是呢問的問題就是台北市選局呢 剩下20幾天要投票 目前為止12位候選人表現 其中三位適不適合擔任下一屆的台北市長呢 好就來看到顯示的是什麼呢 蔣萬安是適合度百分之有34.3 另外呢這個部分應該是再稍微高一點 應該是37.7 黃珊珊呢看到是這個部分22.4 這是台北市的一個最新的民調 那但是呢陳時中部分呢是有27.4 往上升的4.3% 好另外呢來看到未來交易所呢 未來事件交易所的部分呢 認為在辯論會之後 對黃珊珊的看好度是增加的 但是認為說這個效應會多久呢 還有待觀察 好時事評論員委安就說了 美方對自己的支持呢 對象都是死忠的 陳時中也好 黃珊珊也好 基本盤呢都是很穩固 不可能會發生有決定性的 棄保的效應 所以看起來呢是不是民調呢 這個藍綠呢各自都歸對了呢 不過呢這個整個事件會用一件事情來 這個會不會因為而改變 就是呢陳時中呢 挽著這個人妻的手的事件 很聞到網友說 奇怪他先生也在旁邊 但是他先生沒有注意到嗎 網友對於他先生的想法是比較有興趣的 還有人說是不是因為他先生呢 認為說因為長官嘛 所以呢不敢言 還是說高端是有壯膽的功能嗎 但是有人提出說 其實呢這對夫妻醫生 他們的狀況在事情之後 其實很不好的 好前例文的蔡正元就說了 陳時中呢在綠營鐵票的支持之下 即便是發生的牽手事件會流失 一些的婦女的票 但是呢認為說 他還是可以保持兩成五左右的支持度 而前例文郭正亮就認為 陳時中呢各種的人設 都沒有辦法超出基本盤了 知道呢不足以當選 所以他就放鬆做自己了 大家認同嗎 陳時中現在是在放鬆做自己了嗎 紅酒照喝了 各種的這個場子也都去了 但是有網友就認為說 這個先生丁金聰醫師 是審查高端疫苗保護校益的 14位專家之一 但是王必勝呢 立刻在昨天就在臉書上PO文說 這是錯誤的影射 他也公布了14位這個 審查名單的這個委員的這個名單的背景了 好我們就來看到呢 台北市長的這個選戰 蠻女本來現在三強的對決 蔣萬安呢傳出將在選前 下盟要要請辭立委 好頂著小英立這個光環的指揮官呢陳時中從打正機牌被連環爆出了高端的弊端那最後只能向深綠的喊話抗中保台 另外黃珊珊呢黃珊珊則是向選民喊話自己是有戰力及實力的 而專家分析說這個防疫不利的影響 綠營這次的策略只求穩住35%的基本盤 至於這次的選戰最後的決勝的關鍵 真的是會有氣保效應嗎 我們就來聽聽專家的分析 台北市長激戰誰最有機會成為下任台北市長 根據最新民調蔣萬安獲得35%支持度 陳時中26% 黃珊珊20%緊追在後 將萬安一路以來狂攻高端疫苗搞黑箱 現在更傳出將在26號投票日前下猛藥 請辭立委 我都是按照既定的選戰節奏跟計畫進行 該做的是我都會做 過去台北市長選舉版圖被視為藍大餘綠 2010年藍營拿下55% 勝過綠營的43% 就算對上柯文哲2014跟2018年 藍營都還能拿下四成選票 但2020總統大選 蔡英文卻罕見得票率打5成3 連生來的大安區都被壓倒性逆轉勝 陳時中頂著掃音力挺的指揮官光環 一開始想打正機牌 卻高端閉案連環報 加上綠營側翼的反助攻 讓他只剩一招呼喚深綠抗中寶臺 抗共寶臺是我們的DNA 民進黨這一次的策略使用 他不求高票 他就求那35%的險勝 換句話說 民進黨狂打抗中寶臺要回歸基本盤 但這牌這麼有用嗎 疫情期間萬華被民進黨硬說成疫情破口 讓深綠的鐵票區都恐怕翻盤 防疫不利的殺傷力之大 連深綠鐵板大同區選情都熱不起來 連大同區對民進黨都有反彈 甚至失望 然後最後選擇放棄 那麼這對民進黨來說 今年的台北市長的選舉 絕對不容樂觀 藍綠打得火熱 另一邊黃珊珊一路主打的最大優勢 是這個 對選民搬出極戰力 但哪些票會真的流向黃珊珊那裡去 這次選戰的絕政關鍵 難道真的是棄保效應 我覺得藍綠歸對的 尤其綠的 大概百分之八幾都已經要支持層次中 已經歸對了 還要怎麼棄怎麼保 我覺得很有限了 台北市場三強爭霸 倒數時刻 藍綠白割喉大戰 空前激烈 誰能搶下首都攤頭保 不到翻牌時刻 沒人心中有肯定答案 有張昭鵬李一璇台北報導 好不到開票的時刻 真的不知道誰會贏呢 好我們來看到呢 目前同時在線 哪些好朋友在現場 我們不定時來點點名囉 包含了有四叔SY 另外的五一山先生也來了 Sandy 麻雀藍 黃宗敏 秋刀魚 Hello 這個王許也來了 Taiwanese Test Kitchen 另外Alice Shea 謝先生 凡爾賽 月中益 謝謝大家的支持 另外Meetlove也在現場 好大家午安了 接近中午的時間 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跟留言 我們看到呢 蔡英文總統在昨天晚上 參加了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 陳時中的妙口開獎的活動 結果呢 蔡英文大膽的預言說 相信陳時中得票率 會比自己2020年在中山區 所拿到的55.7%還要多 還按批在野黨 說不要為了政治 把我們台灣人 共同創造出來的成績給毀掉 為什麼有人要每天唱衰呢 好這番的言論呢 引起很多網友的不滿 大家覺得蔡英文講這個話 這個適當嗎 很多網友PO說 這問題是防疫很失敗啊 是誰為了政治毀了防疫呢 而且造神造出一個溫神來 要來科普一下哦 這個水神呢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哦 不會感染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呢 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呢 可以乾脆把這個生成機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